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他都可能要受伤啊 把这球果断扑下来 是 网霜 单枪匹马直奔球门 进球机会来了 呼救的质量很不错 球直接飞向了门将 米娜 把球权拿了回来 中断了对手的进攻 刚开场不久 裁判就火眼金睛啊 裁判是铁面无私啊 没有因为时间早就手下留情 该出牌就果断出牌 这个黄牌也能让队员们冷静下来 不至于过于激动让比赛失控 中国女族弄丢了球权 中国女族弄丢了球权 重新夺回了球权 那 打扮这是给了进攻有力 哎呀 不过双方手上的动作可都不小啊 是啊 王双 双妹子王双拿球 把球又重新拿回脚下 一次成功的抢断 终结了对手的进攻 传给了王双双 绝佳的机会 好的 他们今天这个状态啊 打进这个球啊 恐怕没有人会感到意外 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这次进攻 一次近乎完美的反击战 让他在这种距离拿到机会 这已经是十拿九稳了 肯定是万无一失 比方现在变成了1比0 精准的跳传落点非常好 但把球牢牢的控制在脚下 没有急于出球 守门员毫不含糊地拿到了球 王双双 球权一主 到了他们这边 来把吹了犯规 给了个任意球 横传到禁区内 这里有队友接应 但是门将这球拿得很轻松啊 米纳尔 古拉尔特 考验他们进攻端发挥的时候到了 他们的机会来了 转到了队友脚下 怎么打门能打成这个样子 哎呀 是不是距离门将太进防有些犹豫了 可能吧 角球落点 再进去中间 结尾失误啊 球还在危险地带 挡住了这条打门 犯规了 裁判给了他们一个任意球 打门判罚进攻有力 比赛继续 双妹子往上拿球 解围了 好 反击的时候到了 比赛场上风云变换 刚刚说这球很有希望 这就被对方打脸接走了 好 反眉赫伦 绝强的机会啊 这个强段非常关键 没有让对手形成射门 摇尾 刚才很危险啊 幸好断下来了 好的 这条跳传穿越了对手的防线 包抄点拿到球了 球进了 比赛回到了平局 来看一下进球的回放 这次起了一脚高球越过防线 在这种距离攻门 他绝对不会出现失误 比分被扳平成了一比 王霜一脚精准地传递 摇尾 好的 这球一进他们再次取得领先 好的 传球手就是这样 只要一出脚就能创造威胁 就像这个球一样 最后这脚推射更是让人赏心悦目 比分被改写成了二比一 比分被改写成了二比一 很遗憾啊 这个机会他没把握住 这个区域啊 就已经能够威胁球门了 这次进攻 本来可以成功 没想到 对手破坏掉了 范阿弗马特 米西波 在后场把球给断了 第四官员 公布了捕食的时间 一分钟 姚伟 上半场比赛结束 下半场比赛现在开始 球回到了他们脚下 能创造出机会吗 音乐冲顶 多好球 我们啊不是反对控球 我们反对的是在危险地带 传球质量如此之差 送上门来的机会 对面不进都不好意思啊 比分被改写成了2比2 王珊珊 我不得不说啊 这波传球非常漂亮 现在有反击的机会 这较跳传不错 相当有威胁 这次拦截非常漂亮 这样对手之前的努力都付诸东流啊 这才叫持球推进啊 王珊 这球可能帮助他们领先对手啊 力量是够了啊 但是这个准度差得有点远啊 是的 他需要在准头上多下功夫 没错 他这是在上演个人秀啊 对手拿到了球 看看他们怎么利用这次反击的机会 姚伟 扎到对方腹地了 可能有机会啊 在自驾进区里这么抢断啊 真是大心脏啊 来办的哨声响了 前掌 前掌完成了反抢 胆大心细 直接在进区内用铲球 都会求全 咬尾 翻阿富马特 好的 这一下太重要了 这可是在禁区里啊 咬尾 不容错过 有了 这脚打门 力量大 速度快 门将很难做出反应 比方已经被改写成了三比二 比方已经被改写成了三比二 我都不敢肯定 这是反应快还是条件反射 小球开向了禁区中心 淘酒攻门 这球顶得太有威胁了 不过门将太神勇 是 张瑞 楼家慧 常规时间只有最后的二十分钟了 看起来能找到队友 教练该换人了 他还在带场比赛 翻阿弗马特 米西波 到前场了 有没有机会呢 趁我们不在意啊 一瞬间球权转换了 这次是他拯救了球队啊 把球铲出边线 对方获得一个戒外球 这是个戒外球 还有十五分钟 比赛就会进入到伤停捕时阶段 这球能进吗 门将没有给对手机会 好机会 再进一个 分差拉开到了两个球 这样近距离的机会 他怎么能轻易放过呢 门将当然也就只能忘球星探咯 目前的比分是四比二 这是要单枪匹马的来 比赛场上风云变换 刚刚说这球很有希望 这就被对方打脸 接走了 边路有他的发挥空间 这是个角球 他们要在这个时候啊 做出人员的调整 角球给到了进区中间 反规才办明哨了 他选择带球 向前推进 可以起脚了 他简直是火力全开 就算现在已经三球入胀 但是并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啊 回方来了 看看这条球传得是非常漂亮 直接穿越防线 接下来这条打门更是精彩 角度加力量足 门将回点法术 裁判马上就将吹向 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这场比赛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漂亮 就差了一点啊 其实他处理得很聪明 射得非常突然 对方守门员实际上还没有做好 任何铺球准备 如果打在门框之内的话 应该是个逼近球 没错 当他马球打金马 没打成部位 天出力助很多 干脆利落地抢断 裁判示意不持三分钟 比赛还没有结束 伤痛还是有影响啊 该让他下去休息了 这么近的距离啊 其实完全没必要 射得这么大力嘛 这很容易踢飞啊 如果要是能更冷静一些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能找到 更好的射门角度 这个球确实 他处理得有欠妥当 教练该考虑一下 不要让他继续带上比赛了 比赛结束了